小狗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 把这个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之后 就立刻爆红 现在呢 社群网站追踪这只泰迪狗的人数 已经冲破了13万人 眼神超无辜 咖啡色毛发又松又软 让人好想摸摸看 四个月大的沙皮狗唐琪 猫茸茸的外形 跟家里另一只狗比起来 就像玩具泰迪熊 看它和主人夫妇的互动 融化许多人的心 你也想喝个水 唐琪从小讨厌洗澡 看它不断在水面上 踢腿反抗就知道 加拿大年轻夫妇热爱养狗 五月收养唐琪后 开始记录毛小孩的憨傻模样 像是学招财猫挥手 或是听到主人呼唤冲上楼梯 被搔养的表情 真的是太陶醉了 主人把小狗的影像 上传到社群网站 立刻吸引大批网友注意 Instagram上有超过13万人追踪 唐琪靠超萌表情爆红 这只爱摆臭脸的狗也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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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被国外媒体封为世界上最生气的狗 还有网友在照片下备注 它看起来像是要缴睡 所以怒气冲天 主人说尔天生长得凶神恶煞 其实个性很温馴 和其他小狗都相处融洽 尔的臭脸罩放上网路 已经累积200万人字典月 小狗满脸怒容爆红 意外引发话题